嗯 对 那今天我们就拿着手上这个板 因为这个板的话呢 就是说不管是 嗯 对 那今天我们就拿着手上这个板 因为这个板的话呢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芯片组啊 也不管是什么持续 都得经过保护隔离吧 是不是 我们今天讲一下这种保护隔离这种玩意啊 首先呢 我这个板拿到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找板号啊 整个板如果你都找不到板号的话 你就板上找贴纸 像我这种就是原来就贴纸盖住了 如果不把贴纸撕开的话 看不到板号的 有没有没有 有的板呢 是在cpu座底下 你要把这个座子这个抠掉啊 这个这个固定架子抠掉 在底下藏着板号的 有没有没有 啊 这要注意找板号啊 那主板上有一些东西 它不是板号的 不要乱读啊 对 呃 那我们这个板呢 是8581P的哈 对 也是能保的也是维修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啊 对 然后我这找到了能保的8581P这种电路图啊 找到电路图 呃 接下来我教大家一个快速找保护隔离的方法 收什么单词 老学人知道吗 嗯 因为我们的呃 任何的适配器 是吧 不管什么机器啊 啊 这个插入适配器 这个适配器电压都要经过保护隔离电路 才会进入到公共点 对 啊 搜CHARG啊 搜这个单词 搜这个单词呢 找到那个充电这一页啊 像这个是power charger 就是充电电路这一页 呃 这里有个芯片 BQ24725 24725 735都基本差不多啊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款新款的充电芯片 是吧 呃 嗯 然后这里采用的是这种N勾道的保护隔离 N勾道的隔离管 那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种隔离管 对 对 好 那么如果我们有食物的话 是最好找的 比如说我这个食物 我肯定是 是不是 拿到板之后 你不会找保护隔离的话 很简单 你就从 那个充电接口 你像我这个 我这个是充电接口 我从充电接口开始找 总可以找得到吧 对 你不会找的那种人 好吧 你就收充电接口 比如说我这个是 这个充电接口为之后叫PJPDCE 啊 来 我直接收PJP DCE DCE还DCE啊 DCE啊 走了啦 这是这个接口 接口过来就是微硬 就是 这个就是去往隔离管的那个店 叫做微硬 这个微硬呢 就去往了这个地方 叫叫隔离管 啊 再经过隔离管 经过简单链组过来这边就是B加公共点 有没有没有 这两个隔离管叫适配器隔离管 我记得上一节课的时候给大家 看过这么一张图 有没有没有 两个N高大的隔离管 不管是N高大还是P高大 两个隔离管 前面是适配器电压 过去就是公共点电压 就跟我这个差不多 你看 两个适配器叫做适配器隔离管 前面微硬就是来自适配器接口电压 过了这里就是公共点 B加名字就是公共点 明白没有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在实物中呢 找一下这几个元器件啊 找一下 这个PGDCIN 这个PGPDCE哈 这个接口呢 我刚刚 实物中找到了 旁边有这个PL1和PL2 这个电感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电感上测量适配器供电 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通电啊 我们的适配器供电一般多少伏呢 知道吗 通常是19伏20伏 没错 5伏 啊 我这个我现在调的是19伏 好吧 我现在调的是19伏 好吧 嗯 我现在插入这个适配器啊 我现在看一下 来 哎 大极电流这么大吗 这应该是个坏版吧 这么大大极电流 我操 这个电流稍微一点大啊 正常的讲 大极电流应该没有这么大 对 有问题我就把它修好啊 那注意看一下 我这个适配器接口 我把它缩小一点啊 我把这个画面给它 再调整一下 咦 摇空气 嗯 啊 看一下怎么样把它缩小 好 我不知道是要大家看到这个PL1和PL2没有 PL1和PL2的话就这两个电感 这两个叫小电感 啊 旁边这个接口还我插的适配器这个叫适配器接口 对不对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PL1和PL2 啊 对 这就是我们要在这两个电感上面测 好吧 好 嗯 来 我现在充电 充电之后直接测 OK 搓上外面表 去测 诶 十八点八 看到没有 我这 我 我 为什么才十八点八 我的可疗电源是十九点一 实际的测量只有十八点八 说明什么意思 说明实际输入电压可能要比可疗电源的 要小一点 我的可疗电源输出可能不太准了 啊 这十七点十八点八啊 连十九不都不到 就是这个适配器接口这边过来就是这么点电压 没办法 啊 没坏没坏没坏 那电路那边过来就这么点 可能哈 这个没问题 然后过了第一个隔离管 是多少幅呢 十八点八 过了第二个隔离管 还是十八点八 说明这两个隔离管是导通的 这两个隔离管的位置号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叫做PQ7 一个叫做PQ8 PQ7在前面 PQ8在后面 这电是从这边流过去 从我的右边流向左边 听到没有 啊 从右边流向左边 然后在主板上你看到这种很粗的这种铜皮 这种叫什么铜皮呢 这种都是供电的要承受大电流的 主板上这一块很粗的知道吧 啊 我们的电都是从这往这边走 从这往这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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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往了很多地方 有没有 啊 然后这个PQ7在前 PQ8在后 在实物电路图里面 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PQ7在前 PQ8在后 没毛病 然后大家再也有一个概念 啊 这个PQ7前面 就是四倍机接口电压 它叫做微硬 这个名字是电路图中的名字 啊 电路图中的名字 在实物中能不能找到 实物中不会标信号名字 我们知道吧 就是这个电感过来 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这个PQ7的低级 那它就是微硬 信号名字不会在主板上显示 位置号呢 会在主板上显示出来 这个新手要注意这点 好吧 啊 你不要说 哎 我在实物中找微硬 我怎么找 我跟你讲啊 这个东西的话 找原件引脚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可以去找上面这个 PL1 PL2两个电感 那里就是微硬 啊 它连接到我们的四倍机接口 对 你还可以找它连接的 这个下面的这种隔离管 啊 PQ7的 第五六七八角 啊 五六七八角 好 那么它的G级 需要多少幅才能控制它导通过去 G级需要多少幅呢 这种是属于N沟道的 G级要大于S级4.5以上 对 那我这里呢是18.8 大4.50多少幅呢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啊 这个 抽一下G级 24.9 接近25伏 看到没有 接近25伏 那这个就大了不止4.5伏 大了6伏多 是不是 啊 啊 这个就是第四角 就是G级嘛 要想测G级很简单嘛 对不对 那在实物中怎么区分到123呢 在实物中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上面有一个小圆圈 看到没有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啊 在表表表表表表面上有个小圆圈 小圆圈 小圆圈的话那边是第一角 像这边这个管呢 这个这个小圆圈是第一角 有没有没有 嗯 两个摩斯管都是他的第四角 是G级 那我再测一下这边的G级 这边G级也是一样24.9 那吧一样的 所以说两个摩斯管的G级都是高电屏 他就满足导通条件 满足导通条件 他就是直通的 有没有没有 直通的啊 那么我再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把它打到二G管档位 打到二G管档位 测他两头的直通 你看一下 我这测这个二G管的这边的D级 跟另一个适配器接口 你看 是不是通了 他导通之后二G体制就为0了 有没有没有 导通之后就为0了 对 明白了吗 啊 就是这整条线路 从适配器接口 到这边隔离管的 到公共点 这一端可以叫公共点 我红表笔 这端可以叫公共点了 知道吧 可以叫公共点了 公共点呢 它就是直通的嘛 你看 从四倍的接口到公共点 是直通的 看到没有 知道吧 啊 没毛病吧 就这意思 好吧 OK 这叫导通 导通就相当于直点 知道吧 好 好 那我先断个电啊 好 如果我的公共点有短路会怎么样 如果我的公共点有短路会怎么样 危险操作你们不要乱搞啊 烧表我不怕 啊 你们不要模仿就行了 啊 假如公共点有短路 啊 流过它的电流就会增大 这里有一个减流电阻 叫PR28 啊 PR28呢 就是个减流电阻 嗯 那么流过它的电流变大了 芯片知不知道呢 他肯定知道 啊 电阻的前端后端都进了芯片 啊 啊 那么 这个充电芯片在检测到后级有短路有过流的时候 他不会控制隔离管导通 啊 明白没有 对 好 那我现在我把公共点搞短路试一下啊 怎么搞短路 啊 要不请位高手过来 哈哈哈哈 啊 我们这边 哈哈 对我们这边有位高手知道吧 嗯 嗯 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PR28在哪里啊 来 PR28在哪里 这放的太大了 这这不方便看 不要那么大 PR28呢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知道吧 这就是PR28 PR28呢 他就 连到我们这边的隔离管 这边两个隔离管 啊 通过这个隔离管过来之后 就到了这边的这个 PR28 这就是减流电阻 啊 对 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PU3 嗯 这个PU3可能就是 我们要找的充电芯片 PU3 这个 这个PU3呢 在电路图里面应该也叫PU3 PU3啊 BQ24725 啊 就是找元件 就这样子找啊 这个叫PU3 啊 旁边是这个 简流电阻 标的真清楚 是吧 可是 往往你自己找的时候你就他妈的 是吧 找不到啊 这玩意啊啊 眼睛找瞎的有可能啊 啊 那我就简简单单的还有搞根线接地 我复一根很细的铜丝接地 我看看会怎么样啊 嗯 嗯 来 我叫搞根铜丝接地 嗯 嗯 搞短路还不简单吗 是吧 这个落体还没热 刚打开 你觉得会大电流吗 啊 你能不能看到大电流我就问你 能不能看到我按大电流 啊 这个 一头连接PL5 一头连接PU10 我看一下哪边是 是前的哪个面后端 PL5的这边是前面 连接PUPQ10这边是后面啊 那我就接后面 啊 我焊在后面啊 焊在后面 焊在后面 只要后面过流了 它才能保护 用焊前面 看来前面它检测不到的 前面短路就个大电流 后面短路是不会的 啊 这个要加锡好细啊 这玩意 OK 得烫到手了 修电脑要眼神好哦 OK 烫好了啊 啊 接地了 对啊 前面烧死 它不会保护 只有后面短路 它才会保护 来 我现在开始通电 来 堵它大电流的啊 可以压住了 啊 通电 大电流有没有 哎 还是会闪 看到没有 以后看到这种情况 在闪的时候 表示公共点有大短路 啊 要记好啊 维修过程中 看到这种在闪的 表示公共点短路了 好吧 记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GG还有没有电 GG没电了 也在闪 反正在闪 反正也肯定是也是一跳一跳的 公共点电压跳变 这就是我们说的公共点电压跳变 后级有短路 啊 示波器看 示波器看就很溜啊 这个玩意儿 啊 好给大家看一下示波器看一下啊 啊 来看一下 示波器看一下 反正维修中看到这种电流跳了 就知道后级有短路 这个啊 这个很好设置啊 这个还不好设置吗 我现在是20毫秒 我觉得我现在20毫秒应该是不够 嗯 嗯 哎 不管他 我该调到每个10伏来测啊 每个10伏来测好测一点啊 好 嗯 嗯 我把10机调大一点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他那个电压的跳变 啊 现在可以了 这个示波器还可以啊 也可以 调单次 也可以调 自动 自动 可能用还是可以用 看公共点电压跳啊 啊 现在有公共点电压你看到没有 他这样的跳一下跳一下 看到没有 起来就掉起来就掉 看到没有 就起来一瞬间 啊 200毫秒啊 能看到这样的瞬间起来一下掉过就掉了 嗯 看就这样怼一下怼一下这样子 对 然后看一下他那个狙击 你看狙击也是这样子一跳一跳的 啊 召个单次 召个单次我要设置一下 好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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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每隔十斧 哎呀哎他这个那个菜单哪里去了 正常一个自动一个正常 然后这边有一个有个单次按钮 这个是单次啊 我们一般用的是用正常用自动两种模式啊 然后显示这些的话呢 一般也就这样子 什么滚屏开启啊关闭啊这个 都无所谓啊 方格图满 强度方格一般会打满一点 可以方便读数啊 对 余晖的话我们是关掉的不需要的啊 就是一些常规的设置 常率的话就正常 正常采样不要选峰值 选正常就好了啊 测量这些 我们其实都用不到测量哈那些 你可以把它的那个 方方值频率 啊 那个 平均电压三个就够了 其他的用不到 啊 其他的没什么了 就这样子 哎 那个那个东西怎么出来的 稍微下来吧 我先断电 然后通电 然后通电 哎 不出来 我的 我的选错了 不好意思 这个选成通道2了 触发通道 嗯 选通道1的啊 选通道1的选错了啊 OK了 现在可以了 选错通道了啊 现在通电 车 诶 实际不够 实际调大一点 再来 抓到了 就在一瞬间 看到没有 再来一次啊 抓到了 这就是单次 OK 抓到了 好吧 来 看到没有 他反正每次就 每个十伏 每次就起来 十伏多一点 一格多一点 一格多一点 就掉下去 这是他的 G局哈 这是他G局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那个 对 这种东西就是 很直观的 看得到 他每一次的跳变 好吧 对 我现在再看一下 他的公共点电压 啊 看一下公共点电压 啊 通电 那公共点电还没那么高 只有一点点 是不是 这就抓到了嘛 是不是 这个抓波形 我觉得 他有时候还蛮 还蛮好用的 反正就是抓个波形 没什么问题吧 啊 关键是可以移动 这玩意儿啊 好了 要会设置啊 不会设置不行 啊 不会设置的话 就拿了就是一个摆设板 啊 看 我看应该是有人也买了 但是应该是不会用啊 这种东西 不会用 肯定不行 好吧 好 我先把它放一边 啊 吃的也看到了 这个很贵 两千多块钱 啊 设置不好 又用回老的是吧 那不行 说明书没用 这个不是照说明书设置的 啊 这个并不是用说明书设置的 这个照说明书设置还得点 那人人都会用示波器的 对不对 这完全不是照示波器 照照那个 照照这颗书 照照书上来的 那肯定不是那这样子的 书上那些东西根本看不懂 对不对 书上写的玩意太高级了 太专业了 适合那种 那种搞研发 造航母的人 造飞机的人 让些人使用 我们的话用不到 很多功能都用不到 就会那么简单几招就够了 测个波形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这是供典短路啊 好 有 哎我发现 我这个板是个吊件的 桥应该是个坏的 发烫的 啊 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的 那我现在把短路点去掉了 你看他就供典那个短路的地方去掉啊 去掉之后 他就不会再 呃 在保护了啊 电源也就不会再跳了 知道吧 对 看到没有 这电源过来了 啊 积极 25V也OK了 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 好吧 嗯 充电接口 那个黄色是不是掉键 你说这个吗 还是这边 没有 这些都没有掉键啊 这些都是OK的 这种黄色是因为他没有啊 没有装严倦 这种黄色的是一个螺丝孔 对吧 对啊 对 在在我们的主板中很多元件是不装的啊 不需要装的 我 之前记得有跟大家讲过啊 就是哪些是要装哪些是不装 啊 你像在我们这个主板上 啊 你看到这个焊盘这么漂亮的这种 肯定不是人为拆掉的 这种是出厂就没有的 知道吧 这个是 ULE 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叫ULE啊 这个位置哈 你看到实物中标的什么呢 ULE 一般都会打 at 打了个at 表示这个元件是不装的 在 在这里面全部这种带了at的都是不装的 知道吧 啊 像这种这种电阻啊 带了这个这个符号的都是不装的 好吧 那要注意一下啊 你像这里这个这个管这电容都没装这个电阻灵哦 装了没有呢 那肯定装了 对吧 肯定装 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个公共点的正常对地值是多少啊 公共点啊 我先断电啊 500左右啊 19幅烧机 这没短路烧什么机 公共点 正常来讲他是去往所有的上管低级啊 我们来测一下正常的对地主值 我们把它叫做400以上就是ok的 我这个是有400多啊 福洛克有400多 对不对 红表比接地 黑表比去测公共点 就是测那个减流电阻这个地方啊 正常是400多 啊 400以上 这种是普通的 有一种是以pwm方式产生的公共点 pwm方式产生的公共点 那他的话呢 就组织可能会低一点 有300多的 有200多的 比方说我们这种 我们前一期吧 上期还是上上期 对不对 讲过这种保护隔离 第一种保护隔离 就是那种 第一种 就是我们今天测的这种公共点 啊 它的组织是400以上 第二种 是通过pwm降压的啊 就是四倍机电压经过两个隔离管以后 再经过pwm电路降压 降压之后产生的公共点 这种一般的话比较低 通常在100多 一啊 对100多的 啊 也有200多的 这个就根据他的下管 根据他这个东西来决定 啊 这个组织偏低一点 啊 这种他他的公共点呢 跟充电电压是一样的 啊 而且他的电池电压啊 跟这个公共点电压相同 所以他支持四倍器跟电池同时给公共点供电 这个叫混合供电啊 就说他这个将19伏20伏的四倍机电压 通过pwm降压降到11伏12伏 这个电可以给电池充电 电池电也可以放出来给和公共点一起 那和四倍机电压降压之后的一起去给公共点供电 所以这个就可以支持混合供电 上面这种是不可以的 四倍机电压过来之后 一定要把电池隔离管隔开 啊 电池隔离管的话不能够导通过去 啊 导通过去就会两个电压搞一起 那他的19伏20伏跟电池电压11伏12伏 连一起就会造成短路 所以一般的话呢 保护隔离就是 把这个电池电压和四倍机电压隔离开 这种第一种就是这样的 啊 就是保护隔离 同时 他保护隔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除了保护电池隔离电池以外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像刚刚公共点短路的时候 他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没有没有 后级有短路的时候 他也会保护 不让你的电压流过去 这个也是保护隔离的另一层意思 不仅仅是说防止电池电压和四倍机电压 搞一起造成短路 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防止后级短路 公共点这个保护隔离 啊 看到没有 如果一充电一插电就大电流那种 一插电就大电流那种 那种一般是哪里问题的 在公共点之前 那种情况啊 对 那种情况一般是在公共点之前 在电感前端这一头 在这之前 短路 对 只要是过了减流电阻之后的 再怎么短路 他自己会保护 芯片 会 会保护 啊 因为电流流过他出现过流之后 芯片会保护 不让他导通过去 啊 那么只有在他前面 电流 这个这个电阻检测不到 流过他的电流 这在前端短路的话 电流往前面走了 啊 比如说这个电路短路啊 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大短路 他检测不到 有没有 要不要试一下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啊 看看有没有这种特殊的案例啊 见过没有 想不想看 要不要读一把 啊 尤其我说的不对 你就那么怕输吗 啊 试一下 在减流电阻前面 跟电流减流电阻后面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后面的话呢 是有减流电阻在检测电流 你跑到前面去了 那电流的不经过电阻了 那减流电阻的没办法检测电流了 啊 会是什么情况 是五安大电流在保护 还是不保护 看看他有多厉害啊 看这个保护果厉害 我也不知道 知道吧 我们来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我只是猜的 没有一万不敢赌啊 搞这么出来现在有点狠吧 是不是有点狠 我献一下流好吧 对这个不要五安电流 献个两安样子就可以了 一安吧 啊 啊 好吧 好吧 对 嗯 来 我开始通开关了啊 你们开始压住啊 开始下注 十安走起那不可能 一个屌样 你有没有发现 哎 看到没有 哈哈 一个屌样 我换个地方吧 我换个地方 我接到那个 我接另一头试一下啊 我接到这边去 我换个地方 我换个地方接 我接到隔离馆 这才给他隔远一点 我看一下 隔远一点是什么情况 哎 看来这个保护的还挺强悍的哦 超出了我的意料哦 电流比较保护了 不会 应该不是电流表保护 我的电流表不会保护的 我没有开OCP保护 知道吧 看 看到没有 电流表只是闪一闪而已 看到没有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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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一节 只要是过了这个保护隔离 只要过了这两个隔离馆啊 他都后级出现短路 都会这样保护 都会这样保护 这个我跟你讲 你不能够所有的都按这种来来论 不同的板有不同的故障现象 换个板就不是这样的呀 只是说这种充电芯片比较牛逼 我跟你讲换个板绝对不是这样的 这种充电芯片比较牛逼 换个板试一下 你们那里有 有没有RJ武器的 有没有 拿一个那个伪创的来试一下 给你看下另一个板啊 我操 这个都没有什么元件啊 被你搞的都 这个今天拆了呢 啊 今天拆了呢 这个这个他妈的跟隔离馆 都不能拿个料板来刷 料板还怎么刷我操 拿一个你们手上那么多修的板子 这么多这个板子就 啊 收个马啊 我都没收你们的板拿去的啊 这他妈不也是料板吗 哇靠 靠 哎呀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修个东西哎 好板修成料板 怎么倒置的飞在线 这种哈 这种我先把公共点 把公共点先给它短接 接地飞根线 看看会不会大电流 我先看看是不是已经到短路了 他妈的400多 好像还没短 龙哥 龙哥是谁啊 啊 现在还有这个那个哥的 龙哥 看个地线啊 嗯 这个公共点我给他短路是什么情况 我先看一下啊 这种就直接夹上去就可以了 闪电带火花 这个就直接拉低 供电拉低 看到没有 嗯 这就是我们说的大电流 我没调到五安 调到五安就是五安大电流 供电19伏被拉低了 看到没有 所以说有些保护隔离没有那么好 像这种保护隔离的话 它供电短路直接大电流 有没有没有 所以说有的芯片设计就是好 有的设计的不好 好吧 看到没有 你要知道什么叫短路 短路就是第一 电压会拉低 电流会变大 通电之后直接大电流 新手知道什么叫短路了吧 嗯 这个烫还有点线 还有点温温的 还好 如果是放到最开始很细的线的话 估计就直接 没了 啊 给伟创反向打广告 没关 没关系 它本来做的就不是很好 啊 能保呢 它做的很好 不会有大电流的 即使后面烧糊了都不会有大电流 能保的这样子 伟创呢 还有其他牌子的 那后面就烧糊了都 对吧 也就是短路呢 一看到短路肯定是烧糊了 啊 肯定是有大电流的短路了 啊 那这能保的就设计的这这点还是可以啊 对不对 看厂家不同厂家的设计不一样 同样是公共点一个会大电流 像这个也是豪奥级简约电阻 这个叫pr4004啊 我刚刚看的这个地方 这个尾创的啊 好吧 索尼的保护 对啊 索尼的保护 啊 苹果的也会保护 啊 啊 广达的呢 看心情 有的有的会保护 有的不保护 啊 啊 这是我们这种保护隔离啊 啊 接下来再说一下那个待机这一块 嗯 给大家看看图片 一般情况下 公共点有电了啊 首先我们不管是插大电池还是插适配器 不管你是苹果还是普通机器 一定要 产生公共点 这是首先第一步要先产生公共点 然后 再去修35V带机 当然我们有一些音叶达的机器 是 就是先有待机 啊 先有这个EC供电 然后由EC去控制保护隔离的这种也有 我们蓝天的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一个蓝天的 还有一个音叶达的部分机型 就是先产生一时待机 再产生公共点 对 大部分机器都是先有公共点 再有一时待机 有没有没有 啊 我们就是一些音叶达的哈 还有一些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的 蓝天的机器的蓝天的设计的哈 对 他们都是很多都是先有EC带机供电 啊 然后再去 产生再去控制 有EC去控制保护隔离的这种情况很多啊 电池保护是一样的 跟跟这边设备器是一样的 也就让你 插电池公共点有短路他照样保护 也不让电池电压放出去 知道吧 在电池模式下 这个适配器隔离管会截止 电池隔离管会导通 在适配器模式下 电池隔离管截止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就这个板 我们找到电池隔离管 电池隔离管呢 是这边这一个 叫PQ6 你看PQ6的狙击是多少伏 高电瓶还是低电瓶 PQ6 来试一下PQ6在哪里啊 在这边我看到了 PQ6 PQ6 TQ6 公共在这边是3伏 这是3伏哪里的 18点几伏 它的低级是18.8 也就是公用点电压 它低级啊 低级就这里刚测的是18.8 这边好像测的有三伏多 对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三伏多呢 是个虚的电 这不管它啊 它的低级是18.9 它的G级呢 G级也是三点几伏 三点几 G级也是三点几伏 G级也是三点几伏 反正就是G级等于S级吧 可能这个电阻不知道它装了没有 反正就是G级等于S级 明白没有 G级等于S级的话 它就是处于截止状态的 明白吗 记得电源限流了 别修好机器说掉电就笑死你了 不会的以前也做过这种事对吧 自己限流了它上不去啊 然后使劲修 对对不对 我现成了一安 然后只要跑过一安就掉电 跑过一安就掉电 然后始终上不去 修死自己的这种情况 一般我们不会干这种事 杨班长应该是可以讲课的 他听了这么多年了 他在群里的待的时间比我还长 我还没在群里 他就在群里了 真的 他 他是我 真的是我们老一辈的了 真的是 向他们自尽 来 反正这个群里面的老师就被他熬走了一个又一个 我不知道他最后会把我熬走 下一个是谁 大家不走 金子库啊 刚刚说的那个待机 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待机 测一下待机供电35幅 对 保护隔离公共点有了之后 我们说的供电 按照我们上次讲的硬启动过程 供电有了下部要产生一时待机 我们来收一下一时待机搜索名字 AVCC 一时待机供电的名字叫AVCC AVCC 这就是EC EC的第67脚 67脚旁边有个电感叫L1 L11 我们看一下EC旁边有没有这个电感 EC EC EC带机供电 EC在这里 U11 找到了 你们不知道你们看了看不看得见 我放大点看一下 他这个写的不太清楚 U11呢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号 L11呢应该是这个电感旁边标的L11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撤到电压的 EC叫KB9012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是一时待机供电要产生 有的供应点就要产生待机供电产生一时待机 这是你们的一个基本维修实录 3.4V没问题 待机是有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EC的这个供电有了之后呢 他就要有时钟和复位 时钟的话 这种EC它是内置时钟 内置时钟我们不用管 原本这两个角是结晶正的引脚 现在内置时钟 然后复位的话呢 是叫什么名字啊 叫EC列色塔第37角 37角这个我们可以数角位 怎么数角位呢 大家可以这样子找个方法 他呢一边是32个角 然后你就数到333435过来了 哪个角是复位来的 我记错了 35是不是 37角啊 353637 有没有电 有吧 你看 EC复位也是有的 是不是 这个复位就有了 有供电有复位就OK了 然后他的程序 他要读程序 那这个EC是内置程序 以后你看到这种型号的 这种KB9012这种EC 我跟你讲 这种EC的话 10有89都带程序 它的SPI总线都是悬空的 不采用的 看到没有 原本这些是用来读BIOS的 可以外挂BIOS 外挂程序 但是他不采用了就内置了 好吧 好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要产生桥带机 产生桥的深度睡眠带机和浅睡眠带机 这个EC程序是可以刷 可以自己刷 买空了来自己刷 但是你首先得要有程序 如果天底下都谁都没有这个程序 那就没办法 有一个方法可以找到程序 就是找售后 在那个官网 官方网站 技术支持 点最底下的研系方式 向他反映情况 问他要 他会发送到你的邮箱 然后他会把程序给你 这是这是一种 对分不分离无所谓 就是有问题就找他嘛 他帮你分好也可以嘛 对不对 有时候他也会省事的 那些那些服务很好的 然后我们看下这个三五幅 哎呀 这他妈的还三五幅的 电龙都不见了 这他妈的哪里有三五幅吗 哎还真有五幅哦 我操电龙都没有 还有五幅 我操这边是三点四几幅 这什么鬼 哈哈哈哈 这是个高手 他妈的 哈哈 哈哈 哎 我得找个电龙给他焊上去 哎 我不焊 我看一下什么情况啊 拿个试播器来怼一下 啊 试播器开起来 嗯 一个新手就这样子哈 对 先把把护隔离修出来 然后再去修三五幅待机 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会讲主板的保护隔离和待机 分析电路 分析原理 好吧 嗯 可能不是这张板的电路原理 嗯 下一个 你 你这样子吧 这个 我也可以讲这个 边讲边修 这个板是个坏板 待机电流这么大 肯定是开不了机的 边讲边修 也行 这个板呢 就比较老 是六七系列的 装二三代U的 呃 这七系列的啊 也可以说 按照我们上次讲的 我们讲的那个 不是有一个前节课 我们讲的什么呀 前面讲的一百系列 六七代U的时序 也可以找个六七代U的电路图 来分析 明白没有 啊 那不过我自己手上 没有六七代U的这种主板 啊 能够适合讲课的那种啊 嗯 那种没有 华硕的有 但是那个东西 它是只有点位 不方便教新手 好吧 不方便教学 要方便教学那种 有有徒子又有点位 或者是 有这个 有食物的那种是最好的 对吧 这种的话讲课 方便新手理解和学习 啊 你一有也来不及啊 你现在发货 估计明天到不了这啊 你在哪里 在深圳的哦 在深圳明天送过来坐地铁过来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感后端的电压 啊 我现在先调个单次 出发电频调下来 每格的话 现在我测后端两幅就够了 电频调下来 一点几幅就够了 四行秒无所谓 通过电 你看电感后端是这样的波形 有没有毛刺 有没有毛刺 对不对 而且的话这个文波还蛮大的 啊 这个文波还蛮大的 这个文波啊还蛮大的 那是因为我跟你讲 还没有带负载 如果带了负载的话 它文波会更大 不带负载 空载状态下 它文波是这样的 很清晰的 有没有没有 好 接下来我我我可能装个电笼上去试一下 这种虽然是有电压输出 但它绝对带不起负载 明白没有 啊 找个电笼过来 我跟你讲 35V电感后端电笼 你不要去找330电笼去装 像比如说我这个c61 这种就是330电笼 330电笼你不能随便乱搞的 你不能随便装的c61 那烂压值不够 我给你讲 c61 哎呦我这个是cc61啊 cc61 cc61呢是一个多大的呢 330的 但它烂压值只有两幅 我装在35V后面肯定不行 所以35V后面电笼 你绝对不能去找330的来代替 那些所有的220330 都不能装在35V后面 都不能装在35V后面 找到没有 不许乱搞 330电笼 我跟你讲 基本上都只有2V 2.5V 还有那些220啊 150啊 那些电笼都不允许随便乱装 470呢也不行 你不要去拿这种电笼去代替 我跟你讲 你要找到哪去找呢 到别的料板 35V后面去搞 什么370啊 那都 470都不行 你不要乱搞 除非你是在35V电杆后端拆的 它烂压值才经得住 才够用 才不会短路 有些人可能 我装330也没事啊 那你真的是幸运 它是还能冲在住 但是迟早会坏 啊 USB接口那种的可以 没错 那种是5V的 啊 来个上5V的 你看你们那边装电笼 那乱搞 啊 对 这个可以 J18啊 这个 这个是电感后端的吗 是 这个坦电笼可以 这是NEC电笼 J18 可以 啊 这是6.3V的 纹压 那个烂压值 拆一个 哦 摇控器掉了 这个电笼我就直接撬哦 这个电笼我就直接撬哦 哦哦下来了 坦电笼 有标记的一端是正级 固态电笼 有标记的一端是正级 注意不要搞错正负级了 啊 我们很多大神啊 就是这样子 正负级都不看的 我会爆 这种会短路 就电解电笼会爆 焊反了 不遗憾反思一下是吧 那你试呗 嗯 如果是用大的电解电笼 我建议你先戴个头盔啊 哈哈哈 戴头 戴个头盔 哈哈哈 威力这么大吗 爆炸直径 这么远吗 空调 空调那个拳头那么大一个 那个炸起来 哇擦 哈哈哈 那个太大了 电解液给你洗点啊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滤波是不是正常的啊 啊 来 空调哎好一点了 那个那个滤波没有那么砸了是吧 嗯这个好了好多了啊 可能容量还是不太够 但是也差不多了这样可以的啊 再有问题再换呗 我看一下这边3.3伏的啊 看这边3.3伏的 哎哇擦3.3伏的怎么也是这样子 他都会抖一下 是什么鬼 肯定是后级有问题 这个是这个3.3伏这个啊 后级可能有问题 我这个 刚刚你们不是看到那个电流 带机电流比较大吗 你看到没有通电再试一下啊 我现在测一下前端 现在前端 是测到的前端 这个波形好细腻的感觉 怎么是这样的 反正是每个周期都看得见 感觉好细腻的感觉 卧槽 我好溜啊 你看 这这些就是正铃波 啊这可以 这示波器还蛮好看的 啊这个还可以啊 嗯 前端波形正常 后级正常应该就没事 我觉得 啊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啊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电流这么大 0.05的电流 这种可能是有短路 什么短路呢 应该就是3.3伏短路 3.3伏那样的波形的话啊 你们要注意 示波器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以后代表着可能后级有问题 我刚刚不是带机那么大吗 带机电压虽然有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看到没有 3伏电感0.005的阻子弹那么低 看到没有 3伏电感是短路的 所以以后要注意 看到刚刚那种电流那种波形的时候 有那种那么长那么跳的这种后级有问题 觉得短路的我跟你讲 什么余电啊 吊师 我给你短接一下啊 我给你电容放掉电 他妈的不相信我 来 看到没有 要不要打脸 我跟你讲 哎 王陆路是谁啊 是王陆路说的吗 是谁说的 他走了是吧 不可能他说的 他群里 说的那不是王陆路 3伏不是归PCI去管 3伏是去完了PCI去还去完了很多地方 这种短路的话 那就是后级一个个的去拆 对 不过呢 我们这种机器 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节点 看到没有 我可以断节点 断开节点之后 让它组织恢复正常 你再看一下波形 会不会那样子 好吧 哎呦 这个怎么烫不动呢 这么硬 节点好断 好了 我现在打下组织 看看是它还短不短 还短了 我说没割开呀 那跟后级相连不 不连了 跟后级不连了 哎呀300多了 300多了 哎前面不短了 后级的 后级还短 你看我花开之后 后级短 前面不短 看到没有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波形是啥样子 嗯 主板擦个电 嗯 测一下电感后端 好通告电 我怎么抽了 我从我抽到哪里去了 它怎么是这样的了 抽错了吗 没有抽错啊 怎么电感后端的也成这个条样呢 是啊电感后端怎么搞得跟妈的跟绿包不良一样了呢 这是怎么鬼我操啊 啊 这电流下来了 这个我看一下它这个是我不用那个单次试一下 我用那个 好 再测一遍 断开后级 短路是不短的 而且带机电流也下来了 诶 它真的是一直这样的闪的波形啊 闪跳 电流跳 电流跳 这个电感后端断开之后会这样子吗 前级肯定是波形 后级也变成波形了吗 电感前端是波形 后级也变成波形了吗 这个它们六波不行啊 是不是绿波有问题啊 这个 断开后级的就成这样的吗 那它的反馈电路那些电路都都走后级哦 反馈采样都在节点之后 照这样的看 啊 找一下商务找一下这个电感 它反馈采样各种电流检测都在电感都在节点之后 我在节点之前 就会成这种情况 p2到8我看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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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在 电感之后 反馈回去 啊 它的反馈绝对是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节点 节点是在这里啊 没毛病啊 那那它不对啊 节点它应该就是节点之前反馈的啊 为什么还会成这样子情况呢 难道是我试播器不可能试播器问题 我用万元表测是什么情况 我看一下 不可能的 通电了 啊 没电 你看它没输出 断开后级没输出 还有这种事 无法理解啊 这种可能是 空窄状态下就这样子的 没有输出 空窄 它应该是有什么保护了 空窄状态下 如果输出的话 电压电流没有地方消失 只能芯片自己吃掉 可能会出问题 也就是说啊 后级断开来了 它产生的供电 没有地方消失 只能倒灌 可能会引起芯片出问题 保护着的现象 啊 后级断开来了 不让它出去的 就属于空窄了 应该是它自己保护了 啊 这种问题很少见 啊 啊 反而把它点起来 啊 它有输出短路还有输出 哈哈 啊 他妈的短路还有输出 说明他带电流带负载能力很强啊 来 充电0.5的看到没有 带电焊接 带电焊接 这一点点还是没关系的 毕竟他没输出嘛 有输出就不敢这样搞了 嗯 知道吧 他有输出的话那哪里敢这样搞 他没输出的话不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对这个是有短路啊 想知道短路是怎么回事不 啊 我们下一回来啊 拜拜 哈哈哈哈 好 下一步 下一步 下次教大家怎么把这个短路修好也可以 无所谓 继续讲课也可以啊 嗯 你们觉得是一直讲理论好呢 还是这样子搞搞这个搞搞那的好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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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明天明天继续啊 我白天我不会去修他 明天明天晚上来看结果啊 一起来看结果一起看怎么修啊 嗯 翻船 我靠修这个板我还怕翻船 啊 修这个破板子我还怕翻船 我就不在这混了 我操 妈的 嗯 其实我不翻船你能学到啥我跟你讲 我翻船也就是你们要得到的经验 我跟你讲 这东西我翻的越多你看的错误越多 哎最终又修好了我跟你讲 经验你就到手了 我一下子秒杀了我跟你讲 你也不知道这其中的过程 嗯 这是这一点啊 就是中间通过一堆的曲曲折折啊 修出来的话哎 你才知道 对吧 边讲边修 啊 也许我遇到的问题你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啊 经验很重要啊 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不会翻船的 放心好了 你看这个破玩意还翻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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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